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懂浪漫 记得有一次我对母亲说 您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那点家务时 就是忙活工作 要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您也应该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母亲听到这里白露我一眼说道 你懂什么是生活吗 还俏语起我来了 你个小没良心的 后来渐渐长大的我才明白 其实不懂生活的人是我 成年并不意味着自由 而是更多的身不由己 因为我身上承担着太多的责任和压力 没有随心所欲 没有简单容易 更没有诗和远方 有的只是苦苦的硬扛 一 负重前行是成年人的标配 生活是一场马拉松 可以不必在意快慢 但是必须注重坚持 即便在你扛不住的时候 都要硬扛 别无他法 不能退缩 因为你已经成年 每个成年人都是一边满含泪水 一边迎着风雨 负重前行 负重前行的是人生常态 没有人例外 成家离业之后 养了孩子 父母老了 为了家庭 为了生活才知道 负重前行是成年人的标配 是一种人生常态 没人例外 成年人的生活里 心上伤痕累累很正常 身上负债累累是常态 很多人都背负着车贷和房贷 担负着孩子的教育 老人养老的责任 承担着家庭的开销 哪一样都需要很多的钱去支撑 没钱真是存不难行 没有钱只能有心无力 所以成年人 没有停下脚步的理由 没有停下来泄口气的借口 生活的不义 永远只有自己扛着 我们负重前行 不是为了创造辉煌 只是不希望在现实面前 不被碾压的 直立破碎 只有承受的越多 越容易举重若轻 整个家庭都扛在肩上 身边的人都需要保护 若不负重前行 拿什么给他们幸福 一个人默默扛下了所有的苦 不要逢人就诉苦 人生有很多情绪 但是成年人只能把大部分情绪 都埋藏在心底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会变得越来越沉默 孤寡言了 不是冷漠了 也不是冷淡了 而是心中有太多的苦 太多的伤 太多的事 太多的累 一厢生活的心酸和委屈 无从诉说 与谁诉说 诉说是一种软弱又无用的表现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给自己平添很多烦恼 成年人的苦是把挂在眼角的泪 硬生生地给憋回去 所以成年人会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就笑了 然后就只剩下了沉默 一个人陷入深思 成年人的苦不敢轻易被说出去 别人会笑话 家人会担心 自己的痛并不会减少 与其说还不如不说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 成年人心里越苦压力越大 越不想说话 每天出门前 努力给自己一份好心情 给家人一句开心的再见 开始一天的繁忙 下班进家门前深呼吸一口 将工作中的烦恼慢慢地放下 将自己疲惫的情绪降到最低 不让家人被自己工作的情绪所连累 每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默默地治愈 受伤的心 排解生活的压力 把泪水留给夜晚 把笑脸留给明天 成年人往往是无依无靠的 自己要做自己的靠山 成年人的世界不敢流泪 不敢低头 不敢放弃 更不敢倒下 因为身后空无一人 成年人的靠山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努力 你不奋斗 没人替你强大 现实中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很多 但是主动掏钱 请你吃饭的人却很少 那些看似过得大富大贵的亲戚们 面上跟你热情招呼着 但是你若去借钱 那真是没人愿意借给你 都躲着你拒绝你 想要找一份好工作 别人可以给你推荐 介绍 但是还得自己有能力胜任 否则好工作就无从谈起 生活中 真正的强者都是无依无靠的 委屈没人懂 眼泪没人擦 疲惫没人疼 只能自己懂自己 苦了自己厌 重了自己扛 无论人生路走得多么孤单 走得多么沉重 都不能卸下肩上的责任和压力 可以歇一歇 但是不能停止前行 你是家庭的靠山 生活不允许你懦弱 不抱怨 不放弃 每天给自己一个继续扛下去的理由 生活如酒 本难以入侯 却让人沉醉其中 人生的路本来都不好走 却必须一步一步走下去 生活时苦 人生太累 现实总是让人苦不堪言 扛不住的时候 默默地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点 再努力一点 相信 一切美好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一切苦难都会慢慢过去的 不要急着抱怨 不能轻易说放弃 生活本来就不是顺风顺水的每个阶段的人生 有着每一个阶段的烦恼与苦闷 幼稚天真的时候 少不更事 不懂那么多的事事非非 活在简单的世界里 感受着简单的烦恼忧愁 可是到了成年便明白了生活的苦楚 也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在这种苦涩不已的生活中 你常常会感到疲惫不堪 甚至是痛苦不已 但就算如此 你还是选择了继续坚持下去 不甘也不敢轻易退缩 因为你深刻地知道 人生就像一杯茶 不会苦一辈子 但会苦一阵子 然而 也许就是这样的坚持 也许就是这样的不甘和不甘 才让成年人的崩溃变成了很累 却无路可退 多少次 你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你的疲倦和无助在怂恿着你 让你放弃 让你就此打住 不再进去 可是 你终究还是选择了继续坚持 因为生活 本就有苦有甜 因为人生 无路可退 人们常说 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可怕的是没钱 事实上 没钱并不是最让人崩溃的 成年人真正的崩溃是 很累却无路可退 累 是你常有的状态 几乎每一天 你都在忙忙碌碌 都在为了生计而不停地奔波 有过无数次 你想要放弃 想要结束这样痛苦疲倦的生活 可是家人需要生活来源 梦想还未得到实现 所以你不得不选择坚持 为了责任 为了家人的期许 你再坚持 即便是崩溃无助 你也不愿意向家人徒露 办点心声 你不想让他人分担你的痛苦 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你所受的委屈 更不想让他们担心你 为了他们 你苦了自己 却依旧要压坚持 因为人生 向来无路可退 因为生活 向来这般辛酸苦楚 因为你的心里深爱着他们 因为你的眼中 你需要扛起一切 在成年人的世界 更多的是利益关系 更多的是别有用心 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 也看透了太多的人心冷暖 多少次 你感到身心俱疲 感到厌烦 可是你心里清楚 你不能就此停滞不前 轻松自在的生活 是你的期盼 但是想象很丰满 而现实往往很骨感 生活的重担 常常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可是再累 你也不能放弃 半途而废 辜负了他人的期许 更辜负了自己 这长久的努力 人生的不尽如人意 十之八九 有太多的事情 你无力改变 面对生活中的磕磕碰碰 作为成年人的你 即使再累 也不能选择后退 因此 人生向来无路可退 因为有太多的人 对你抱有期许 然而 就是因为如此 成年人的崩溃 不是没钱 而是很累 却无路可退 事实上 作为成年人 你有了自己的担当 也学会了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 虽然常常徘徊在 崩溃的边缘 但是我们要用 积极阳光的 努力向上的精神 去对抗苦难 一直走下去 不念过去 不为将来 成年人的世界太难 肩膀太沉 可是一定要扛起来 因为你已经成年 很累却无路可退 要努力 要加油 明天依旧是崭新 又努力的一天 以后学会好好的享受 生活中的乐趣 苦中作乐 忙里偷闲 又何尝不是一种 别样的幸福 以后要学会 清土新生 因为真正爱你 关心的人 始终会理解你 他们能给予你温暖 能让你在即将崩溃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遮风 当雨的港湾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